手動往外延伸 肩膀打開 肩膀肩膀 肩膀的複動器 腳要有點往前面推側邊 1 2 1 2 3 3 4 走緊 好 你可以用多少溫暖的複動器 被關機又一臉的 好 慢慢的手簡單 膝蓋平臺腳要挖下 回頭 4 3 4 3 4 好 摩扭肩 3 3 5 5 4 4 2 1 1 1 好 來 十七攻趟 手手鬆鬆 下腦圓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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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肩 上其他提子來講 是做動於哪一方面的運動功能呢 一般的話就是一些大肌群的伸展 然後當然我們的肌肉一定要先強化之後 再接著就是要伸展 所以提示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會先強化 那強化之後慢慢的再做一些簡易的伸展 我們的伸展不是說像瑜伽一定要把腳拉到頭頂 不曉得不這麼辛苦 有到效果 安全又有效果 我們的目的就是這樣子而已 有兩提示比較接近現代瑜伽的課程 譬如說它有瑜伽的工作 但是它可以更現代化 對 又多功能方面的 因為有關係到心肺 前面的話就是有氧的話就是心肺 然後再來就是肌肉勢能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柔軟度 讓你全身都達到你想要的一個 追求健康的一個目標 一個訴求 我學期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其實我們要有一個環境就是運動 其實就是你要有長期的運動 如果你偶爾才來運動一次 那真的就是不如不要運動 所以我們的這個大的課程呢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能夠都有規律的運動 這個就是也是一個訴求一個目標 讓大家慢慢的建立起有運動這個概念 邁向更健康的身體 然後按摩理的旁邊